好我們接下來看那個電腦硬體裡面很重要一個叫中央處理單元 叫CPU 那CPU當然一定要有啊 你沒有CPU整個電腦就等於沒有心臟一樣 等於沒有人在做一些運算功能 還有做一些控制的功能 所以CPU裡面有些什麼功能呢 那包括要提取指令解碼 提取運算執行存放 這個大概知道一下就好 所以反正CPU就在做一些運算 那它的效能的部分呢 大概現在都是用 它的好壞啦 就是它的速度快慢 都是用所謂的Hz Hz是什麼單位 頻率對不對 頻率是 Hz是頻率啦 是頻率的單位 那代表的是什麼概念 每秒幾次 每秒幾次對不對 每秒幾週啦 幾個cycle 幾次就幾週 所以這個是它當然它的 因為裡面它有10英體的震盪 所以它的速度越 震盪速度越快 代表它計算速度越快 所以Hz 那另外 這兩個名詞可能比較少用 所謂MIPS跟M-Flops 這個東西是比較 高速電腦運算的時候 它們需要看的一些 量測 CPU的速度 那這個我們就稍微知道一下 Hz比較重要 CPU主要是看Hz 來看 那CPU當然它有一些 技術啦 這個技術當然我們不是 電機之工 所以我們大概也不用 那麼去了解 大概稍微知道一下 什麼管線啊 超存量啊 所謂的hyperthreading 如果對硬體有興趣 這個其實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這種概念就是說 以前它只是 一個CPU它整個 一個時間做一件事情 但是它現在可以做什麼 一個時間可以同時 做好多件事情 這個叫做什麼 hyperthreading 叫超自行序的概念 稍微知道 因為你一個人 一個時間做一件事情 跟一個人同一個時間 可以做五六件事情 那一件事情讓你 一個完整的一個project讓你做 當然哪一個會比較快完成 當然你如果可以一心多用的話 當然可以馬上就達成 不過當然對人來說 一心多用 通常反而速度會變慢 因為你會越做越爛 到最後就什麼都做不起來 但電腦不一樣 電腦反正它是硬體 它是機器 所以它可以這樣做 但人是不行的 那另外 電腦裡面都有一些 所謂指令級 那當然這個 也不是我們需要去學的 有叫RISC也有叫Sysc 這個不同的指令級 那這種指令級就會跟 會有不同 應用在不同的這個CPU上面 像現在做CPU比較大的 就是Intel 對不對 那Intel之外 其實以前還有一家 叫做什麼 那一家叫什麼 我還忘記了 以前還有一家 那個我們台灣的 宏達店做的那個叫威勝 威勝以前他們早期也有做CPU 但是好像已經被王學王搞到 那另外 蘋果它有自己的CPU 那蘋果的CPU大概很多都是台積電代工的 那蘋果的CPU是他們自己設計的 所以它跟 他們到底是用什麼指令呢 其實有兩個不同的學派 或兩個不同的領域的人 會覺得用RISC好 有人說用Sysc好 那其實都差不多啦 看因為現在電腦越來越快 其實這個指令級大概 好跟壞也沒有差太多了 所以這個大概知道就好了 那這個就是剛剛說的什麼 超存量管線等等 這個我們很快跳過去 那另外電腦之間有很多 要去做一些 我剛剛說過 電腦不是只有CPU 不是只有記憶體 它還有很多其他 還有IO對不對 那這些東西 要怎麼去溝通 它必須透過一些匯流牌 一些匯流牌去串接這些東西 那這些匯流牌就是類似一個管道 一個交通的管線一樣 你要從A送到B送到C 你要透過這些管線去傳 這些管線就是一個叫做Bus Flow 一個匯流牌的概念 所以包括CPU跟記憶體連接 跟IO 跟你外面的IO等等 這些連接都必須透過匯流牌 那匯流牌有時候還可以跟外面連接 像這個你們如果 有機會去翻到你們電腦的後面 有沒有看過這種東西 不過這個也比較舊了 這邊以前 像這個兩個應該還有 就是你要接滑鼠 接鍵盤 對不對 這個大概還有 那另外USB 現在大概都比較常用的是 USB2或3 那這個應該不見了 對不對 這個應該以前 以前電腦都是 有一個叫做 Parapro Parapro是用來接印表機的 現在印表機 大概也都是用USB去連的 那另外還有所謂的Con1跟Con2 就是連接 就CommunicationPore 這個現在也大概都沒有 現在大概有的 還有像是這個網路的 網路接頭 這應該還是會有 那另外像這個什麼 音源的輸入輸出這些 大概也都還有了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連接的裝置 那匯流牌有很多種 也是不同類型 什麼PCI AGP等等 還有什麼IDE介面 SATA這些 這些都是會不同的介面 會讓你的傳輸速度會不一樣 那SCSI這個也是以前 很有名的介面 但現在也都比較沒有了 所以這個大概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 這個這個這個 剛剛也提過了 平行鋪 Series Port 然後PS2 USB IEEE 1394 PCMCIA 這些都是 這幾個比較可能都Face out 1394跟PCMCIA 這不見了 然後Parel跟Series也不見了 現在大概留下來 都是PS2跟USB 這兩個是最多的 那他們的控制方式 有透過程式 透過中段 透過直接記憶體存取 這個我們大概也看過去就好 那各單元的聯繫 他們的匯流牌 就是它其實基本上 剛剛說過就像一個交通的管道一樣 它其實就是有這種 就是一條線過去 然後它串出來 串出來 那用不同的方式 那這個串的方式 可以再從這邊再控制 再拉出來 這個其實我們大概也不太需要了解 那CPU跟它的控制方式 這個有點像是Hierarchy 階層式的那種控制方式 那另外 在隨著不同的CPU 其實它有不同的系統晶片 這個系統晶片 如果你們有聽過 也許有北橋跟南橋 什麼叫北橋 什麼叫南橋 反正這個就是一個 控制的一個不同的領域 那不同的CPU 像Intel的CPU 它如果在不斷的更新的時候 它有時候要搭配它的系統晶片 所以呢 Intel就是很厲害 它就是反正它都要賺你的 它除了賣你CPU之外 它還賣你系統晶片 因為我的CPU我最了解 所以我做出來的系統晶片 跟它的搭配 跟它的CPU搭配 就一定會是最好 所以它等於是 除了做CPU在賣錢之外 Intel也有做這些系統晶片 所以你看出來很多 大概都是系統晶片 那這個是更完整的一個連接 那這個就是你把電腦拆開之後 你所謂的Mutterball 主機板就長這個樣子 一片 那這一片裡面呢 也可以做什麼 有些像這個是做記憶體 剛剛說過的那個記憶體 模組就插在這邊 那有一個地方是插CPU的 那有些地方是它的 剛剛說的南橋北橋晶片 那這邊有些是 匯流牌 剛剛說的AGP啦 或PCI啦 還有IDE啦等等 還有BIOS 所以這些東西 一塊板子其實也不大 一塊板子其實也不大 那但是它裡面 就cover非常多的東西 那台灣當然 早期最有名的就是做主機板 所以那時候全世界所有的電腦 的主機板 大概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在台灣做的 那台灣當然不外乎就是華碩啊 宏基啊那幾個大廠 在做這些主機板 那現在當然還是啦 現在還是像這個AOPEN 這個AOPEN就是 就是華碩的 不是華碩那個什麼 宏基的啦 宏基的一個品牌 好這個是硬體的部分 所以我們很快的把硬體的部分 稍微介紹過 好我們接下來再來看 軟體的部分 好 軟體的部分我們先看作業系統 作業系統 作業系統就我們所謂的那個 系統軟體 就在你的硬體的外面那一圈 有沒有 硬體的外面那一圈就是什麼 就是系統軟體 就是所謂的作業系統 那是在負責溝通 我們的這個 應用軟體跟這個硬體之間的 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作業系統 我們大概也很快的把它看過去 作業系統當然簡稱叫做OS Operating System 但是你們現在OS好像有不同的意義 但是你要記得 OS就是Operating System 那它來幹嘛的呢 這一段話 請你們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來幹嘛的 作業系統要幹嘛 你總是要知道它幹什麼 它幹什麼 它就是要來 管理電腦的軟硬體資料程式 然後呢 就是應用軟體跟電腦硬體的溝通橋樑 那另外是要讓使用者跟應用軟體能夠方便 有效的運用電腦的資源 這些 這些概念要知道 因為我們談的只是概念 所以這些概念 作業系統在幹嘛的一定要知道 那 基本上作業系統一啟動 電腦啟動之後 它的OS作業系統一定會存在 你的電腦不可能啟動之後 系統裡面都 電腦上面都沒有任何的OS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這個電腦就是 可能已經不曉得是什麼形狀的電腦了 所以作業系統是你一開機之後 電腦一開機 它就一定會存在它的 一直會run 就一定會在電腦上面整個在執行 它不會是 像有的應用程式 你可以把它打開關掉對不對 但作業系統 你不可能把它打開又關掉 你關掉整個系統就shut down 類似這樣的概念 那作業系統它可以做什麼呢 可以做這些無為不為很多 基本上我們所有在電腦上面 要用的東西 就是這些 包括什麼 它的schedule 行程管理 足記憶體管理 檔案的管理 輸出錄管理 什麼輔助記憶體管理 網路 保護 什麼命令質疑器等等 這些哼不浪噹的 只要跟電腦有關的所有的作業 都是透過作業系統來做 包括你們要打game 你們要讓game 怎麼樣更好玩 當然跟作業系統也有關係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那作業系統當然有很多種 像 這個應該很早 應該是window95吧 還是什麼時候的 那個 那個介面吧 還是酒吧 反正它這裡面可以做什麼 基本上你們會做 用作業系統裡面的工具 就常在這檔案管理 你的檔案怎麼樣copy給別人 或把copy進來 或是你檔案要做編輯啊 通訊啊 甚至我們 以後我們要寫程式 就是基本上 也是要在作業系統上面寫程式 好 那程式怎麼去載入 怎麼去執行 這都是在作業系統上面 好 所以像上禮拜 你握著要打開 你如果沒有OS 你也沒辦法開握的 對不對 那裡面有些公用軟體 包括壓縮 備份 磁碟掃描 什麼安裝軟體 防毒軟體 這些大概都是常用的 作業系統裡面用到的工具 不過當然 像這個比較特別 防毒軟體 你們有沒有裝防毒軟體 好 防毒軟體 現在應該是一定要裝 不過 以前早期 其實有些OS裡面 是沒有內建的 現在Windows 如果是到10的話 Windows應該現在 它都是用它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它那個叫security 什麼 那名字我有點忘記 反正以前 Windows是沒有內建的 但是到Windows 8還是10之後 它就是利用它的那個叫 security guard 還是什麼 就有一個防毒軟體 它就內建了啦 那當然其他的 反安裝 安裝 這個都是它裡面內建 就會有啦 軟體的 這個 程式 就是說 我在有OS之後 我現在 要去 開發一個軟體 那這個開發這個軟體 要怎麼開發呢 才能夠讓電腦 就是 讓我們利用程式 來命令電腦做事情 它的過程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過程 也就是以後 我們接下來 下禮拜要開始 學C Language 它的這個作業的過程 大概就是類似這樣 所以我們會先 從一個高階程式語言 那高階程式語言 就是像C Language 就是一個高階程式語言 然後呢 我們會透過編譯器 透過一個叫Compiler 編譯器的部分 把它編譯成什麼 編譯成一個執行檔 那當然這過程中間 我們最後只會看到一個執行檔 這個執行檔 但是在經過這個執行檔 在達成這個執行檔之前 完成這個執行檔之前 它會先做一些過程 把它變成組合語言 再把它變成是機器語言 然後最後才會變成是一個 我們都看不懂的一個執行檔 那這個執行檔 才可以在電腦的OS下面去執行 然後才可以產生我們所需要的結果 所以它大概是這樣的一個process 懂不懂 所以之後我們會用的蠻多的 就是這樣一個過程 但你們接觸到很簡單 你們就是接觸到寫程式 就是高階程式語言 寫完之後呢 用一個編譯器 把它編譯完之後呢 然後就變成一個執行檔 然後你就在 作為系統下面 Run這個執行檔 然後就看這個執行檔 跑出來的結果 是不是你要的 如果不是 你們就被當掉 就這樣 就這樣這麼簡單 但是所以過程是什麼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在你寫程式語言這個邏輯 這個過程都很簡單 但是重點是你怎麼樣去 有邏輯性的去命令電腦 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這是很重要的部分 像這個概念 就是說如果假設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A等於B加C這件事情 那我就是要把B加C 讓它等於A 然後呢 也許它經過 這個就是你的高階程式語言 就寫成像數學一樣 像數學的方程式一樣 你看得懂 所謂的高階程式語言 就是我們人看得懂的 人看得懂的 但是人看得懂 電腦看得懂嗎 看不懂 所以你就必須經過編譯 透過編譯器把它轉成像是 AdABC 然後再把這個AdABC 那這些東西是電腦看得懂的 那電腦看得懂這些東西之後 它Run出來的結果 才會得到什麼 B加C等於A這個結果 所以它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過程當然對我們來說不重要 因為那個反正 那個編譯器會幫你處理 重點是你怎麼樣去寫好你的程式 所以重點是寫程式的邏輯 這一塊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作業系統其實有很多種類型 當然我們現在大概不外乎 就是比較常用就是Windows跟這個MacOS 那早期有一些所謂的Batch的System 還有一些所謂的多元程式規劃系統 這個都是比較舊的 Batch 那後來又分成什麼 分時多工的多處理器 平行處理器的分散系統 重疾系統 Realtime System 還有Handheld System 所以這些都是作業系統的一些部分 那現在當然所有的 包括Windows跟MacOS 都是包括可以處理到這個什麼 多處理器 還有平行處理的 那另外現在比較更流行當然就是 所謂的Handheld 就是手持 你們的手機的部分 它其實 手機也是有作業系統的 所以有Android 有IOS 那早期還有PAM PAM有沒有聽過 P-A-L-M PAM就是手 手掌 最早期的整個手持系統 其實就是從那家公司開始 但是那家公司也被淘汰掉了 然後後來手持系統還有什麼 還有Windows OS Windows的手持作業系統也有 那個當然現在 以前還有Windows Phone有沒有聽過 現在其實也還有啦 那Windows Phone當然它也是用Windows的作業系統 類似的 但是它是 Delicate專門給手持系統用的 所以這些都是作業系統 所以常見的 從最早期 有沒有聽過叫DOS 有沒有聽過 DOS DOS 然後到Windows 3.X 然後Windows 9598 Windows Me Windows XP XP就有一大堆 Windows NT Windows 2000 78 沒有9 就直接到10 對不對 這個是Windows 那另外還有一個 另外一套作業系統 這個可能 比較在玩電腦也許會用 Unix 其實在國外 這些系統還用蠻多的 我記得以前 我那時候剛到美國去 用的系統就是Unix 那時候我們在台灣 當然那個時候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台灣也還沒有什麼Windows 1980年那時候沒有Windows 那我們那時候大概也很少用電腦 因為以前我們用電腦要跑到電算中心 然後呢 我們那時候 寫程式怎麼寫 寫程式當然它也是有螢幕給你看 然後也是有鍵盤 但是你要讓電腦做是怎麼做呢 你要去類似打卡 類似你要把你的下的電腦指令打成一張卡片 然後一張卡片就代表一行 所以如果你有30行的指令 你就有30張卡片 那30張卡片 就像你們在大學聯考的那個 畫的答案卡那種卡片 30張卡片你拿去電算中心 叫他幫你讀進去 然後讓電腦幫你跑 跑出來結果一張報表給你 好 然後你就完成 但是如果你做錯呢 那30張卡片就等於浪費掉了 那印出來的報表呢 也等於浪費掉了 那時候一張報表還收你一塊錢 所以很麻煩 所以我們那時候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在使用電腦 除非就是 記蓋的課也會用到電腦 其他課大概很少 不像現在你們大家天天在用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也沒有想要用電腦 然後到國外去那個時候 開始慢慢有Windows 有DOS 有Windows出來 但是我們去國外學的反而是UNIS 因為UNIS這個作業系統其實也蠻早就發明了 然後它的功能性其實也不差 跟Windows比起來也不差 所以後來就學UNIS 那UNIS的系統其實也不是那麼難學 但是當然它不會像Windows那麼直覺化 它需要有一些設定等等 所以可能UNIS這個我們以前 UNIS後來衍生一個 以前UNIS是在特殊的機器上 不是在一般的所謂的Personal Computer上可以Run 那後來為了要把UNIS移植到個人電腦上面 後來出了一個叫Linux 那這個Linux的作業系統呢 你們有沒有聽過叫小紅帽作業系統 沒有聽過 Red Hat 小紅帽系統 反正它就是可以把它移植到電腦上面去 讓電腦上面也可以跑類似UNIS的作業系統 所以這個都是其實另外一套 所以以前我們有一次 八九年前吧還是十年前 那時候我們上課是在圖字大樓那邊上課 上季該課 那圖字大樓那時候的季該課 他們的電腦就是用Linux 所以那時候學生被迫 覺得稍微學一下什麼叫Linux 當然它其實也是有圖形介面 它後來改良到有圖形介面 那這些都是我們比較常看到 當然還有 沒寫到Mac OS 那其實還有一種叫Chrome OS 有沒有聽過 就是Google他們做出來的OS 那這個Chrome OS就是它的作業系統 上面只有一個Chrome Chrome是知道嗎 Chrome就是那個瀏覽器 它的整個作業系統上面就是那個瀏覽器 就這麼簡單 所以有 我記得好像也有那種筆記型電腦 這個筆記型電腦它上面就是掛這個Chrome OS 所以它很簡單 所以它也賣得很便宜 大概一台搞不好不到一萬塊台幣 那上面就掛Chrome OS 但是你要基本的上網 要用它的 因為你知道Chrome裡面你可以做那個什麼 你可以做一些Office的一些處理 但是它可能沒有那麼完整 但是它還是可以做到一些基本的OS的作業系統 Office的那個作業 所以Chrome OS Google他們發展出來的作業系統 那當然Mac OS是Apple 那另外網路的部分 就是說它可以當成伺服器 我們一般現在都是個人電腦 但是你如果你要駕 你自己要駕網站 假設你現在要 現在不是前陣子很有名 比特幣 你知道嗎 比特幣它其實它就需要架一個Server 然後透過這個Server 它就很強調是跟網路的溝通 然後你透過這個Server 你就是去挖礦 去跟網路 全世界的網路連結 然後想辦法去挖比特幣出來 那時候是需要網路式的這個OS 所以像Windows NT Server 2000Server Windows Server 2003 2008 2012 到2016 UniX本身它其實就可以做個人式的 也可以當成網路式的 這還蠻強的 那這種網路式的當然 我們一般除了你要駕伺服器 或者是要開那個 就是你要駕一個網站的話 不然的話一般比較少用 那嵌入式的就是剛剛所謂的 嵌入式的最常用當然就是我們的手機嘛 那其實有很多地方都有用到這種嵌入式的電腦 像現在的汽車 現在的汽車不是越來越做越 越怎麼樣 越人性化嗎 你們看過汽車自己會倒催入庫的 應該也看過吧 網路Google一下一大堆 那裡面是靠什麼 它裡面就靠有電腦啊 不然電腦 不然汽車檔案那麼聰明 汽車就是一台機械的設備 那它要怎麼樣電腦自動倒催入庫 它其實也是要靠電腦 那這些電腦當然它在 它的那個車子上面叫裝電腦 但是它這個電腦是所謂的嵌入式的 它可能並不是像我們一般的Windows啊 或是Mac OS 它就是一個 所謂的嵌入式有點像工業式的電腦 它裡面可以專門設計 為了做這件事情 來開發出來的一個OS 所以像早期有Windows CE 還有剛說的PAM P-A-L-M PAM這個 這都是一些嵌入式的 那後來有Windows XP Embedded 然後現在最有名的就是Android跟iOS 那這些都是屬於嵌入式的啦 那這些嵌入式的電腦 就會讓它可以適用在不同的這種 比較特殊的環境裡面去做這些 做這些電腦硬體之間的啟用 那很多操作大概這個很舊啦 反正你們大概都會用嘛 有沒有人不會用Windows的 應該沒有吧 對不對 至少基本的會吧 至少啦 至少基本的 就是說怎麼樣開檔案總管啊 因為你們要 你們目前要會用的就是CopyPass而已嘛 那其他的 好像半半就是Office的輸入這樣子而已 其他應該還好 那怎麼去管理的使用者帳戶 所以 OS裡面有些功能 當然你常用的就會用 不常用的大概就很少會去使用它啦 好 這個是OS的部分 以後我們也很快的就把它帶過去 好 接下來看網路 網路當然 怎麼說 因為網路這個東西剛剛說過 它跟電腦一樣 它會造成一個什麼的Revolution 一個革命 所以我們也要稍微了解一下 什麼是網路嘛 對不對 因為網路現在變成是大家 每天都必須接觸的東西啦 大概一天 或是一個小時沒有網路 是大家就會哀哀叫 會不會 你們如果一個小時沒有網路 你們會不會受不了 應該會啦 所以網路其實 它的發展的過程 我們還有它的一些 一些概念 我們稍微也要知道一下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我們會談網路的概念 那網路它的什麼定義啊 它有些通訊啊 我們也要稍微知道 好 我們現在網路把它叫做什麼 網際網路 當然 比較完整的稱呼叫網際網路 英文叫做什麼 Internet Internet 這個Internet 其實是兩個字合在一起啊 是哪兩個字 Inter加Net Net就是網路嘛 那Inter是什麼 Inter就是跨 跨域的概念叫Inter Inter 像以美國來說啦 美國他們高速公路不是很多嗎 那美國的高速公路有分成是 州際的 州際的高速公路 也有是所謂的State 就是那一周的高速公路 那你如果是那種跨州的高速公路呢 它叫做InterState Inter 叫INT 就剛才那個Inter InterState 就是跨州 所以它把它翻成叫州際公路 台灣翻成州際公路啦 所以呢 Internet 就變成是網際網路 際嘛 網際 應該是州際公路 現在變成是網際網路的概念 所以台灣把它翻成叫網際網路 所以Internet的意思就是 它是橫跨好幾個Net 所以代表網際網路呢 它其實不是只有一個Net 它其實是好幾個Net去串在一起的 它變成是一個四空八達的一個網路 那當然網路很重要啦 因為現在大家都可以接觸到網路 所以 網際網路現在就變成是網路的一個範稱啦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那早期網際網路呢 其實是透過計算機網路來發展出來的 以前的網路它的連結是為了要做科學研究用的 它是為了要科學研究用 所以它才會設計這個網路 它如果沒有科學研究 它可能也許這個網際網路不曉 可能會晚了好幾十年才會發生 那當初是為了要做一些科學研究之間 就是不同的科學機構 他們之間要彼此聯繫的過程中間 所以才設計了一個這個網路 而且主要是為了計算用的 所以它是計算網路 那它基本上是要串接很多台電腦 不管是兩台或兩台以上的電腦 它透過一些連接然後把它傳遞資料 所以這樣才構成一個所謂的Network的概念 然後這個Network再透過更多的Network 才變成叫做Internet概念 是這樣而來的 那網路可以分成三種類型 一個叫做區域網路 叫Land Local Area Network 那一個是都會的 一個叫廣域的Win 那這種當然現在我們簡單的分 就只要是一個小區塊的 就像我們海公系的 我們海公系的這個網路 可能就是一個所謂的區域網路 那區域網路在往外擴充到學校 可能是到學校的網路 那學校網路再跟全台灣的大學連起來 可能就變成是一個廣域的網路 那當然在網上就變成Internet 它可能台灣的網路可以跟全世界的網路相連 這個就是一個Internet的概念 那大概我們比較最底層的就是區域型的網路 區域型的網路 像以後你們如果有機會去外面租房子 因為你們現在大概可能都還是住學校嘛 學校當然學校直接提供一個網路線給你 就直接插進去就好了 那以後如果到外面去你們好幾個人share一個房間 不是share一個房間 share一個一層樓吧 那如果那一層樓只有一個網路 只有一個網路怎麼辦 那你這時候就要買一個什麼 買一個分享器嘛 類似買一個那個hub 就是hub要怎麼翻 hub叫做什麼 就是要變成有一個類似網路分享器 然後裡面有好幾個插孔 那你這一間可以插過來 那一間可以插過來 大家插在那邊 就變成是一個什麼 就變成是一個區域網路的概念 好 那 接下來談的這些當然比較複雜 這個我們大概稍微知道就好了 因為這邊要談他的通訊協定 就是我們在網路在溝通 就像我們人在溝通一樣 他要一個標準語言 我今天如果這個網路是美國的網路 跟大陸的網路 或跟俄羅斯的網路 跟歐洲的網路 如果大家講的語言是不一樣的話 那是沒辦法溝通的嘛 所以你要網路主要是在做communication 你communication沒有共通的語言 怎麼辦 那大家就沒辦法來網了 所以他會有一個國際標準組織 叫ISO 這個 ISO 那透過這個OSI的Model 大家都是在這樣共同的語法之下 大家可以來設計不同的網路的這個連結 那這裡面有很多種不同的類型 那OSI 是一個ISO 這個國際標準組織提出來之後 那後來做網際網路的人 他們就把它做成一個叫做TCPIP的一個所謂的參考模型 所以現在我們目前網路用最多的通訊 就是用TCPIP的概念 那什麼叫TCPIP呢 待會兒會看到 它其實是一個 我看一下後面 不好意思 TCPIP基本上 它就是一些英文的縮寫 叫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然後 slash IP就是Internet Protocol 那什麼叫Protocol呢 Protocol就是一個協定 通訊的協定的概念 一個通訊的概念 那所以它反正TCP就是代表 它在傳輸的控制的一個協定 那Internet就是剛剛說過 就是一個網路 網際網路的一個溝通的Trotocol 所以TCPIP 剛剛說過TCPIP是後來參考 它是有五層的模式 它的這個網路通訊裡面是有五個Layer 五層啦 五層的部分裡面去它是對應到OSI 那OSI就是我們剛剛說過的這個 ISO它定的這個標準 OSI OSI是定七層 那後來他們覺得七層太麻煩 後來它就定了TCPIP的時候 變成是五層 那這五層大概 可能我們大概不會用到啦 因為你真正如果要去設計網路通訊的話 你就必須要把這每一層怎麼去弄 你要知道它 然後才能夠去寫出適當的這個通訊的方式 不然的話你送出去的東西 根本大家都不會理你 所以TCIP的五層的架構 在寫軟體的通訊軟體的人 他們必須要非常清楚 那對我們來說我們大概不需要了解 所以我們這邊也很快的跳過 這個七層就剛剛說OSI的部分 那每一層大概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我們稍微知道就好 那TCIP TCIP裡面就是五層而已 包括應用層 傳輸層 網路層 網路層 網路界面層 還有實體層 這些東西就是不同的類 需要做什麼事情都要交代得很清楚 這樣的話我才能夠跟別人溝通 那另外 那剛才那個是比較屬於傳輸的這個協定的部分 那硬體的部分呢 它有什麼部分 包括設備啊 它的傳輸的媒介 還有它的架構是什麼 那一般來說 你網路一定是要有實體的嘛 但是現在 現在大家都是用無線網路 對不對 就說至少手機啦 那如果是電腦呢 電腦當然你們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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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什麼 你們在那個寢視的電腦 是不是插一條線 有沒有 有沒有插線 沒有啊 有啊 一定有插線嘛 所以基本上網路大部分都是透過線嘛 要有線去傳 那你說現在無線網路 無線網路其實它也是有基地台啊 基地台最後還是要透過插線 它還是要有線連到它的那個 它的主機一旦邊去啊 所以 Eventually最後還是要有線啊 所以大概 所有的網路都要線 那 網路線有很多種啊 早期有一種叫同軸電纜 同軸電纜 那後來 有所謂的雙腳線 雙腳線 那目前我們大概你們 你們現在有的這種網路線 大概都屬於這種類型 大概都是雙腳線啊 那另外更好的是用光線 那光線它當然可以傳得更遠 那遠近當然有差別啊對不對 因為你如果是用這種雙腳線的話 它是用 還是用 它是要導電嘛 它還是要傳輸 所以它是用金屬 那金屬的部分當然就會 訊號會被摔 會被遞減 它會隨著距離越來越弱嘛 所以它長度不會很長 所以雙腳線長度不長 但是光線呢 光線的話 它可以傳得比較遠一點 傳得比較遠 那這邊就是幾個比較啊 包括雙腳線 同軸電纜線 還有光線啊 那 雙腳線我們現在常用的 就是Tank Base Key的這種 這種形態的規格 它可以 100公尺大概還OK啦 所以它大概可以拉100公尺長 你超過100公尺 它的訊號可能就會比較衰弱 同軸電腦線可以長一點 但是它稍微貴一點 所以我們一般在區域網路 還是用雙腳線比較多 那光線的話 它可以比較長到幾公里 幾十公里都可以 因為它的用光學傳輸的訊號 比較不容易避解 所以大概是分這三類 那另外 除了線之外呢 你還要有一個所謂的 我們要有一個集中的設備 所以這邊有包括網路卡 每一台電腦都有網路卡 不過現在已經沒有卡啦 現在網路卡都已經做在主機板上面 所以以前網路是要插一個網路卡 插在我們剛才說的 那個主機板上面有些插槽 插一個網路卡上去 但現在因為網路卡的這個設備很小 所以它現在都已經把 大部分的主機板廠商都把它擠 就把它已經做在主機板裡面了 所以現在看不到網路卡 網路卡就是放在主機板 所以每一台一定會有 那另外還有極限器 剛剛說的 HUB就是極限器 就是說好幾台 可能四五台 五六台 那我們租在一起 但是我們只有一個東西 只有一個網路可以傳輸出去 那我們就必須透過一個HUB 大家都連到那個HUB去之後 然後透過那個HUB 再把我們的資料往外傳 所以這是一個極限器 那麼再往外更大的話 像我們這個 我們矽管 我們矽管每一層樓 就有一個叫橋接器 那因為它就把更多的 因為像你們 我們這個教室裡面 就50台電腦 就必須有50條網路線 所以你來看看我們這邊 有沒有 我們這個下面一大堆線 這些線就是你們這些電腦 傳出來的網路線 那這些線 50台 你用HUB是不夠 因為HUB大概就是五六台 所以你就必須要更大型的 所以可以到一個橋接器 Bridge 那再到更大的去呢 就需要一個路由器 這個當然就是 它有更多的功能 然後到最後會送到一個什麼 ATM交換機 這ATM不是領錢的 這個是交換機 交換機 那網路卡當然現在 就是最基本的 每一台電腦一定要有 那極限器 極限器 極限器就是數台 在四五台五六台 這樣子而已 把它再傳接 那橋接器呢 就是把它在 區域網路 再把它透過橋接器 再把它串接 所以這稍微再更高一級 叫橋接器 那再往上的話 就到路由器 那路由器 它就還包括 幫你怎麼樣去傳這些網路 因為你如果好幾百台的網路 連到這個路由器的時候 它 大家一個要往東 一個要往西 那它就必須透過路由器 來讓它 把這個網路的傳輸 讓它更有效率 把這個所謂的風包 因為網路傳輸 是透過風包的概念 去把它傳輸到 它們要的地方去 所以路由器 它有些 把它讓它傳輸的效率 更提升的一個功能 而且它可以接 也可以接到好幾百台的電腦 同時一起來運作 那交換器就是到最上層 交換器這個是 比較用在廣域網路 廣域網路上面 好 那這是硬體的部分 那 至於實體上的網路上面 它怎麼去接 這個接我們大概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它反正就是看你怎麼 這個topology叫拓譜 就是我們怎麼去安排這些網路 怎麼樣去連接在一起 有心狀的 有環狀的 有匯流牌的 就看它怎麼去排 心狀就是說 我的交換器在這邊 或極限器在這邊 那我就一個一個去接 這個就是你們常用的 如果是在 我們剛說如果你是在 住外面 那你好幾台要接在一起 那你就是一台接一個 一台接一個 就這樣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心狀 最簡單的 START topology 那當然這個裡面 你壞掉的 如果當然極限器壞掉 你全部都壞掉 所以有時候 你會發現 萬一這個HUB壞掉 你整個 五台電腦全部都沒辦法上網 那你如果自己的網路壞掉 那還好 那只是自己 所以不會影響 這個就是START topology 那環狀的部分 它是把它串 用一個接一個 就是把它變成一環 那這一環的環狀 當然是比較 需要大一點的公司 如果他們大一點的環境 它就一個串一個 一個串一個這樣 那這環狀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某一個環 這邊某一個地方 斷掉的話 這整個就斷掉了 所以這個topology 是有點不太遲當 後來稍微有去改良一下 變成雙環 它就是有來有去 斷掉的部分的話 某個部分斷掉 這些大部分還是可以連接在一起 這個是一個回路 回路的概念 那另外比較常用的是 這種bust topology 匯流盤 就是跟剛才電腦一樣 它就是一台主幹線 主幹線再分出來 分出來 那這樣的話 呃 除非你主幹線會斷掉 不然的話 個別的壞掉不會影響到整個 網路 好 那另外 呃 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談到網路的address 因為剛才有硬體啊 有硬體還有它的通訊協定 那另外最後就是說 你的網路要讓人家知道 你的地方的話 你要一個address 要一個位置 所以像什麼IP的位置啊 實體的地址 還有網路遮照 這個就是我們的 呃 address address 那這個address 有分成實體的 還有IP 實體的就是所謂的 就是Hardware硬體 這個硬體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的網路卡 所以 你不要以為在網路上 為什麼人家抓得到 你在那邊亂發言 因為你的每一台網路卡呢 都有被烙記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mark 那個mark是全世界獨一為52的 所以那個一查 如果你說 你不是你的 那來看看你的網路卡的那個 那個Hardware的address 如果是的話 因為那些資訊都會送 連著你的封包一起傳出去 所以你是可以被追蹤的 所以你要用網路 你就不可避免會有這種問題 所以這樣自己很注意 在網路上的發言 這個其實都可以追蹤得到 因為每一台網路卡 全球的網路卡都是唯一的 所以 沒得變 這個 所以它是在 網路卡製造的時候 它就已經燒錄在那個網路卡的晶片裡面 所以網路卡也是有它自己的晶片 這個叫Hardware address 那這個東西是可以查得到的 當然那個裡面 你可以查出來的東西 你可以看出來 那個都是用一些 16位元編碼的方式 所以你不曉得那是什麼意思 但是是可以看得到的 這叫實體的地址 那除了實體的地址之外 你可以 我們另外 你在連上網路的時候 你還是要給一個IP 所以你們住宿舍的有沒有給IP 你的IP幾號 你的宿舍不是問錯了 你有沒有住宿舍 宿舍有沒有叫你們設定IP 有沒有 你記得你的IP是幾號嗎 你不記得 你們 等於設定完之後 就 是自己設定還是誰幫你設定 自己設定嗎 自己設定完就忘記了 對 我們大概學校 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是140 140是台灣的 台灣的學術網路是140 然後點 因為待會兒其實我們才會看到 會分成這個 一二三四個區塊 大概會分成四個區塊 就是你的IP IP是代表 剛才說的那個 硬體的網路是你實體 就是說你真正的 真正的你的電腦上面 實際的那個 address 那那個 address 當然也是一個通訊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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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會傳輸出去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 是要讓人家能夠找到你 那讓人家找到你 它不是透過你的 硬體的 address 它是透過這個 叫做IP 因為IP我們說過就是 Internet Protocol Internet 就網際網路的 protocol 網際網路的這個 資訊的話 它是透過這樣的一個 address 來 找到你在哪邊 所以它是一個 IP address 那IP address 一般是分成四塊 四塊 它每一塊都是一個 二進位的編碼 大概就是 0到127 0到127 那這個部分 它大概1234 那 它大概分成這個 呃 像 像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在是140.117 然後後面這一塊 117是代表 140是台灣的學術網路 那117呢 這個當然有個點 都用點 那117是代表中山大學 所以你只要看到140.117 後面不管什麼 這個就代表中山大學的 從中山大學輸去的一個IP 那後面這個98 這個98可能就代表海公系 代表海公系 那你們宿舍有可能 有宿舍的 所以你們宿舍可能 也許是 195 對吧 195這樣 你還記得啊 不簡單 每天都要重打 你每天都要重打 你為什麼要每天重打 這麼可憐 人家打完就不用管它了呢 195 然後後面可能在一個什麼 117 118 112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你的IP address 那這個就是 比較屬於 是在做傳輸的時候 你要讓人家 讓全世界其他電腦看到你的IP 那你就必須一定要有這個IP 一定要有這個IP啊 不是光只有硬體的address而已 硬體的address我剛說過 它只是一個 mark出你這台電腦的位置 那這個IP 你這台電腦 你今天可以是 140.117.98.190 改天你可以把它換成 191可不可以 也可以 只要那個IP是沒有人用的 你不要去跟人家撞IP啊 當你如果去跟人家撞IP的時候呢 你用同樣這個號碼的兩台電腦 都會有上網的問題 因為它就會在 本身有一個conference conference的話 送到路由器那邊 它就搞不清楚 所以就可能 你的網路就會不通了 類似這樣 那anyway 那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IP address 那當然它就是分成 四個區塊 四個區塊 那整個IP其實它又分成 不同的Label 不同Label 代表它是不同的這個 層級 不同的層級 當然A級的 A級的像140 這就是A層級的 所以我們台灣的學術網路 就是140 這個就是一個最高的層級 那接下來第二個層級的 就是接下來到B這一塊 那117 這個就是中央大學的 那台大是多少 台大 台大好像是110吧 還是什麼 反正他們台大也是一個 跟我們一樣的 那當然後面這部分就是C級的 那C級的話 可能就是到什麼 像98 我說98就是我們海公系的 那類似 每一個Department 它給你一個 所以它有不同的Label 類似這樣去分 好啦 anyway 這個就是大家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 我們的IP大概就是這樣 那所以 至少要知道 我們中山大學的IP 是哪 140.117 點後面whatever 都可以 那另外還有網路遮照 你們在設你的那個IP的時候 是不是還要再設這個 有沒有 要設網路 叫網路遮照 那這個其實 我也不曉為什麼 但是反正就是照做嘛 所以我們是屬於C級的 所以大概都是設這 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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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對不對 有沒有印象 有設過的 每天設是不是要設這個 我們就設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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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這個0就不用打了 不是不用打 就不用再打255啦 所以它這個是 C Level的 C Level C級的網路遮照 大概就是 設成這樣子 那 所以像我們如果是140.17.0.0的 這後面這個 如果你是到這個Level的話 你的網路遮照 就後面這兩個0 就用打0就好 不像這邊還要打255 所以它大概會有一個 不同的Level 有不同的網路遮照 那當然到這個Level 是指 我們剛剛說過是什麼 是指到那個 學校嘛 所以學校的教務處 什麼總務處 或是 學校的那個 一級單位的 他們的IP上面 可能就是 是B級的Level 那B級的Level 他們大概 他們的網路遮照 跟我們就不一樣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 叫網域的名稱 因為IP IP這個東西 剛剛說過嘛 背不起來對不對 你怎麼可能去背你的IP 除非你每天打 才會背得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都習慣用什麼 用一個網域的名稱 叫Domain Name 因為你背名字比較好背嘛 對不對 所以你知不知道我們中山大學的網域叫什麼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以前你們高中的那個網路的網域是什麼 知道嗎 對不對 因為他比較好背嘛 他不用背數字啊 除非你對數字很敏感 不然的話 你背文字是比較容易 因為文字它有一個意義在那邊嘛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中山大學的名字叫 NSYSU 就是中山的英文縮寫嘛